未来如果快筛阳性加上本身有症状的话 到北市的社区筛检站都可以直接领到三天份的药 不过都得自费领取 有症状就先医该给的药先准备 未来北市筛检站改成快筛阳处理站 依照病况不同药包像是发烧加咳嗽 流鼻水或拉肚子 目前规划有八款 但详细定案还得跟市长讨论 第一个就是普拿腾 第二个就是抗阻治安 然后让你不要有太多的分泌物或流鼻水的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症咳 要让你少咳一点 光是社区筛检站阳性率飙到49% 但北市只有7家 晚上没得筛就跑急诊 量能快爆炸 肠胃炎没有药 就把这个急诊当7-11这样子 在这个没有平时没有吃紧的时候 我们急诊还是尽量来服务大家 有一些民众就说你快筛阳性 可是根本完全没有症状 或者是你是轻症的时候 也跑来急诊 有的医院三成跑急诊的人 只为了拿药和筛检 甚至还有因为接触时有症状 每不到快筛直接到急诊报到 以台大来说每天人数破千 比最忙碌过年期间暴增一倍 急诊医护也陆续传出确诊 人力吃紧真的快拎不住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确诊的情形导致就是说隔离的人 就是变多了之后 我们人力更显不足 那工作的一个压力就更重了 有护理师在网络诉苦说 关病房后病人护理师住院医师都要筛检 但主治医师不用 因为不筛就不会确诊 还能到分院看诊 急诊医护确诊两个人要雇50个病人 第一线面对病毒战斗 互并比先压垮一虎身心 TVBS新闻中的黄真盈特别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